这是 我靠 一上的就已经这样 你先告诉我,这是在哪儿?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会儿,灵敏度稍微有点低,我调一下 会...一卡一卡的,我明明都打不上这个灵的灵 不不不,这到底是要...一卡一卡的,我去,这游戏优化的渣啊 那我稍微调低一点画质看看管不管用 似乎好了,但是我现在究竟在哪儿是... 先从周围看一下,再怎么说也不会让我一开始一上来就遇到怪才对啊 而且我现在是窗口模式,应该不怎么害怕才对 像这个蓝色的东西,这好像就是需要我过关而收集的东西吧 52号 52号病人,这是医院吗 估计是 毕竟这里有这个人体模型 这个 冲刺起来 感觉这个 镜头晃的稍微有点厉害呢 稍微有点晕的感觉 话说这亏,它这是虚幻4的画面 完全看不出来 好在哪儿的虚幻4 保存 我靠,到储存点了,也就是说很可能会 不是,没事没事 这游戏我之前看,今天那评测 这个 并不怎么恐怖 据说是就一开始恐怖 实际上还是非常容易的 我先到处看一下,找一下线索比较好 因为这游戏基本就是在收集那些过关用的东西 然后 然后这个 然后就没然后了 收集东西,然后过关 再收集东西,再过关 非常单调,非常这个重复的内容 感化院是什么,什么叫感化院,没听说过,完全没听说过 这游戏怎么说呢 可以看到我手机,手上拿这个手机就是一个小地图了 而且手机电量无限这点非常的好 不会像逃生一样,DV还有电池之类的 当然DV没了电池也是能用的 当然我就不说逃生了,说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这小地图 这整个游戏场景 据说就是 非常类似的,非常重复 然后 就是到处转转,找到固定的道具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能过关了 而且这个 地图是随机生成的 这点非常坑爹,这就意味着我看别人视频 也没法帮到我 但是 姑且信一塞金吧 因为他说了 这怪还是非常弱的 用光来寻找答案 满了 不能带更多 按下1可以使用 似乎 主角是一只女的 是一个 是一位女性 就是 据说这个 对 回头杀这个我也知道 怪一般都不是从正面来的 对不对 只要我回头的话 立刻就会遇到 所以说我会用自己的余光去看自己身后 不会 总之我先用一下荧光棒再说吧 我没点开门 还说 在初恶后不久 有养父母再次确认发生奇怪和恐怖的事件 这是指的什么呢 我刚才看了点屏幕 我没注意屏幕 它突然那个影响 没事没事 前面门怎么还开得到 不回头不回头 绝对不回头 这游戏回头杀太多了 所以说绝对不能回头 只要我不回头的话 应该就不会遇到怪的 就算遇到怪 应该也不会把我怎么到处 什么声音 对不身后有声音 身后有声音 但我不回头应该没事 不回头就想 我不小心回头怎么办 等会我看一下 我现在该去 这光影动态光影 我去我在 这种恐怖游戏 就不该用动态光影 我告诉你 这阴影会动的话 小地图上 没东西 没东西就意味着 我要回头才行 我去 没事 这里有光说不定 没事 我慢慢回头说不定 荧光霸道到底干嘛用的 这个灯 别吓我 我去 慢慢的 再满着 哎 荧光霸怎么 怎么 没东西啊 我靠 话说 荧光霸道到底干嘛用的 为什么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手机会提示什么 对刚才那个地方我已经去过了 千万别开门杀求你了 自己的声音 你听到个人的声音的话 我就安心 什么声音 搞噪了 身上几匹疙瘩了 信到这边吗 我也想知道 这里有东西吗 好像有光照点而已 I know you're there 右边好像有一些房间可以 我靠 我不想进这种 别人不能 我不 没事 我现在还没遇到 管 说不定 我 我 开一下荧光霸 虽然不知道干嘛用了 总之我先开着 身后没怪吧 身后应该没怪啊 没怪 我先不到周围的房间里去行不行 我先一口气走到头看看 有什么 而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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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门 这 这音效他们要的 别 我求你 求你 真求你了 右边这个 我不想 不行 这游戏我有点不想了 诶 这房间里有东西 但是我得先看一下前面有什么 但愿后面没怪 后面没怪 后面没 有东西可以拿 不能跳 我靠 哦靠 阳光棒又用完了 诶 这里怎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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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炬 哪有火炬 哦 我还 刚才拿到一个吗 好像确实拿到一个 也就是说我有火炬的话就不炬了 点一下 一还是二 好像是一吧 我是不是不该到这儿来 但我不想落下任何东西 柜子 天哪 为什么要在精神病院呢 我本来以为自己胆子变大了吗 别看我现在 啊 哇 糟了 我出汗了 身上这鸡皮疙瘩越来 那是火炬是按一好像是还是按二 按二估计 我刚才 我刚才想说的是 啊 I know there's somebody here 咱真别 我 我刚才想说的是 我 别看我现在这样 我 我胆子可比之前大很多啊 我小时候就 我以前这个玩孤岛见婚衣 遇到怪物 我都能把我吓尿 导致最后 导致最后都没通关 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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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没东西 然后准备回头 准备回头 你手变 我自己的手都这么 啊 现在还是没遇到回头杀的情况 这样一下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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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脚杀啊 没事 没事 可能只是音效问题 可能不会出任何怪物 就是音效问题 我只 我只要自己 一直说话 让自己分心的话 说不定就没事了 这里好像也没东西了 不进去 不进去 这声音 你憋着吗 我往里看一眼就想憋憋 哎 什么 这好像是个普通的 它应该不会攻击我 像这种正面遇到的怪 好像不会攻击我 这 这 左边的房间 我刚才进去过了 右边 嗯 往右走 这边 我没有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什么 不看 不看 发生什么事我都 不回头 这里有没有 哈喽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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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遇到这种房间 我都不进去看 光 光从门外面 看一眼就可以 我觉得 这里有光 这个房间有光 我靠 我完全给 什么声音 床底还能 什么声音 又不敢回头了 我去 这游戏回头总是有 巨大的精神压力 好像 没东西 我知道看手机就行 但是 说不定把音效光了 能好很多 我觉得 这房间里绕得要死 这才走得多一会儿 先遇到这么多同样的门 这么多同样的通道 游戏性感觉不怎么高 我决定就玩这一期 不再玩了 就行 游戏绝对不再玩了 只要玩完这一期 这个好像也是叫我收集的 这个好像也是叫我收集的 Oh my god What was that sound? 声音 哪有 哪有声音 糟了 我预感一回头 就会有什么东西 这墙上这些照片 我还是别盯着 我刚才说别盯着 没怪 没怪就行 这里还有个可以 刚才我差点了 关门 关门 关这个门 关门这个门 关门 混蛋 关不了我去 为什么游戏都要有比例这种存在呢 不行 我不能点着脚尖 点着脚尖的话 我这个腿抖得太厉害了 很容易一会儿撞到桌子上 这里面说不定有 这里面说不定有 有这个 火炬 又是鼻裂 荧光棒好像不是赶鬼用的 荧光棒应该是赵明用的 还是干嘛用的 火炬是赶鬼用的 之前我已经看过图文的 攻略了 找到一个赵明棒 点亮照明白我会保护你 明白了 能接电话吗 不能 没事 我已经几乎适应了游戏这个 这好像就是那个需要 需要我那个什么的房间 能过关的房间 能够先走 神经病 你一上来就知道需要钥匙啊 没人看到这个魔法阵 感到奇怪吗 你视野能力太强了 大姐 行了现在这个遗物全了 我说不定能开门了 哎 身后这个声音我不想回头啊 但是这个右下角显示的明明是全了 身后这个声音绝对有东西 我 回头吧 大不了就猛的挥下头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回头有什么我也不怕 我不会点火再回头的 以防万一我不想浪费我的这个什么 三 二 一 哎 这鼠标灵敏度不够想一切回头都没回过去 真有东西 哎 消失了 我随时准备掏出我的火炬来 我刚才 没来过这儿应该是 音乐感觉越来越诡异了 又一个照明棒 还罢了 魔印 你们说的那个魔印是干嘛的 我 去 咱这个迷宫窑有个限度 完全 太 先先来这边吧 哎 银光棒可以杀掉鬼环 不不不火炬吧火炬可以啊 银光棒不可能能杀掉鬼环 要这两个东西都能杀掉的话 那岂不是太容易了 臭屎子干给我打开吗 找小熊 我明白了 前面这个门好像可以 这 这个门有 我看到屏面有 好 找到了 呃 然后呢就没了 这是干嘛的 这墙上这是干嘛的 哎 我靠 怎么着 啊 不不不 这个墙面太恐怖了吧 这个墙我能拿到吗 我 天后绝对有怪 I see you 怎么着 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着 怎么着 我让我去刚才 还有这手上是什么玩意儿 也怪恶心的 我左手上就搁 搁不上 这里好像有 这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这意味着 随时准备拿出我火炬了 没声 没声音了 我是不是安全了 随时准备拿火炬啊 是不是遗物和这个 和这个小熊都得收集全了 我现在现在 哎 拿着魔印石不能切换物品 也就是说不能不能用火炬 哎 这里还有一个怎么 像这种不都是 威胁 哦 刚才遗物旁边这个威胁 好像是没收集到的 现在的话应该是收集全了 大概 虽然不知道这个威胁翻译的 是不是准确 我感觉应该不准确 等会儿 刚才那个门 不不不 我忘了刚才那个房间在哪儿了 不不 在哪儿来着 哦 在这儿 在这儿 能过来能过来 哦 耶斯 哦 这场景 我先到这边来看一下 哎 又是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可以收集的 目前 这个目前貌似还没什么用 也就是说意味着 接下来以后会有什么用处吗 其他还有 该到这儿来吗 哎 拿不了 得到这儿来拿 这员工可以看上去 是非常的随便的一种感觉 来 来这边应该没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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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我 我从这儿呢 不是 我 我走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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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还有一个可以拿的 这个东西不周围 老公啊 尬的你妹啊 爷都没喊 你还尬的 我是不是该跟着他 我觉得这一般这种游戏都是要跟 跟着他才行 哎 前面又有一个纸条 这 这纸条还真多 能让我很好的缓一口 缓一口 缓口气 那儿呢 尺条杀赛都说也不可能 太大了 不然的话这游戏实在太坑了 我说说他刚才 那边闪着红光我好像看见 停 停 不是 他猛的从正面过来 我反而不怕了 你来啊 来啊 就是啊 从正面我真是 不是 和我通话的人是谁啊 少有点纯洁 不是 和我通话这个 他为什么能安然的和我通话呢 究竟他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他就没事呢 谜团 谜团太多了 1938年3月8号 这时间段每一个都是这个分开的 相差很远感觉到 巴拉巴拉 在夜班的时候 莫里亚地护士 发现90-D 好病人站在他的房间中 处于一种焦虑状态 护士声称 病人用脸往防护 部里上撞 他尖叫求助 当我们达到现场的时候 病人面部已经满是鲜血 而病人则激动的说着 很严重的面孔 之类的话 病人很快就被制服 并移送医务室 主治医生说他很有可能失去双眼 病人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这事 这种情况下 变瞎反而是件好事 最后一片聋了 然后我没有痛觉 没有触觉的话 这样反而好点 但是看完这个 明白了 看完这个纸条 我感觉我必须回头才行 但是我回头的话 百分之一万会 那边 过不去 我得另找一条路 但是回头的话很有可能 准备拿火炬 准备拿火炬 居然没人 真意吧 那边闪着红灯的地方 估计得去那儿吧 话说我现在一个遗物都没有 这儿显示 再怎么说也该有几个吧 我捡了这么多纸条 可以讲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遇到回头沙的情况 这一点 让我非常的喜悦 有些地方可以攀爬用绳索 可以移动箱子 像这里就可以攀爬吧 使用 使用 诶 刚才说的使用什么 不是不是 刚才好像可以看到 能使用这个箱子的绳索 那样子 推它这 嗯 确实可以 嗯 这就行了 攀爬的时候应该安全吧 再怎么说 这里是 这里是 电闸 嗯 好点 比刚才好多了 比刚才亮了这么多的话 感觉确实好很多 没刚才那么害怕了 而且这空间也没刚才那么狭窄的话 确实 感觉舒服了不少了 诶 这边没东西 那刚才闪出来 诶 这里还有纸条 靠 过不去 想收集到这个纸条的话 估计得远路返回吧 我才不去呢 你当我傻 这里能上去吗 这不行 啊 这里可以 把这箱子推过去就行了 诶 诶 不得 那个纸条从这儿说不定能 诶 不管纸条 不管纸条 不剪了 不剪了 我现在就是已经放松警惕了 没刚才那么谨慎也正常 因为这个 一直都没给我出现过 那个什么回头杀之类的 别抬头杀就行 比如说爬完箱子之后 猛地抬头我脸上一个怪那种 像这种 吓一跳也好 至少 噢 灯啊 至少不 只要别出来那种怪 一直追着我跑的状况就行 那样的话确实太受不了了 诶 这里好像刚才来过 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难道要启动这个 确实 太机智了 第一次玩就这么机智的 后面这门关上了 不回头不回头 还是坚持自己破回头的政策 到储存点了 我感觉要出问题了 可能 也许大概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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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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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些声音的 没事 虽然我一直都不相信游戏的评分什么的 但是 这次我就信爱街恩一次吧 他说这游戏就一开始气氛渲染得很好 确实恐怖 但是往后就不恐怖了 所以说 我现在应该是稍微往后点了吧 应该不算太恐怖了吧 我差不多该习惯过来了 我觉得 诶 纸条 诶 这是 照片 这次怎么变成照片了 而且这些好像都是病床上的病人吗 看上去像是 嗯 我的血比水要重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人的血和水到底哪个重啊 雪能欲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都没理解过来 诶 这里居然打不开 我就不照镜子了 估计照不出什么东西了 又是这种相同的场景 有人在那吗 诶 墙上有一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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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即时论 拿到了这个 我也不清楚什么 诶 有 我只要技术不回头就行了 哈哈哈哈 我真心不想回头 但是这里你觉得我能不回头吗 我觉得差不多该遇到回头杀的情况了吧 做好准备啊 我现在 确实没一开始 那么害怕 但是 还是不想 太鲁马 我 我再稍微把这个耳机音量调下 我觉得 一会实在害怕的话 我就我就把耳机关了 我靠居然有上下楼这种设定 先不去楼梯那 又是死我 我想 哦 手机屏幕花瓶有鬼不闪着 没事 哎呦 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什么 多谢你告诉我 但是我感觉你可能会坑我 所以说我姑且还是 谨慎点 确实没鬼啊 难道我真的应该相信你 只要手机不花瓶了 没事 先 上楼吧 这边应该没东西吧 前面这扇门里好像有东西我看到了 好像是一个 灯光啊 这底头照 对 要死 什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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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东西吗 这不 又是音效 哎呦这游戏 哦对 荧光棒 我姑且还是用一下吧 怎么感觉用了荧光棒之后 这个视野范围更窄了呢 是我的靠近 是我的靠近 你这边吓唬人啊 你真以为能吓得着我啊 告诉你 我爷现在基本是一样的 哎 这有 这不和普通的没什么区别吗 用不用荧光棒我感觉 哎 前面这个柜子里是 说不定有什么 荧光棒 又得到一根荧光棒 怎么这里又分三条岔路啊 这游戏 我已经吐槽过很多遍了 我感觉这岔路太多了 有意思吗 这么这么个设计法 场景单一重复 空到我去还是 前面 手机屏幕开始闪了 而且前面有一个超不响的声音 哎 哎 对对对 火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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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着也有火炬过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 没事没事 我有火炬 我有火炬 趁现在有火炬 赶紧跑赶紧跑 好啊我靠 别捏得太快了 我再来干什么 这火炬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哎 这个房间这个房间 不应该是有什么东西能让我 可能用吗 不能用 不能用 火炬快灭了我感觉 哎 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呢 已经灭了我去 这个房间里不就是刚才和那个刚才那个房间一样 应该能拿到什么道具才对吗 为什么什么都没 哦 得先挤满泥雾啊 我靠 太麻烦了吧 不是 最重要的是刚才这么多绕路 我怎么知道 我 这 我得 我又得从刚才这地方重新绕上好几圈 然后找那些东西嘛 还不如玩逃生去呢 啊 康笑 这 康笑 没事 这怪如果不应该从 我刚才从哪来的 糟了 忘了记录了 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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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荧光棒 哎 哦 这些地方 太贱了藏了 哦 原来如此 是这种发光的荧光棒 用在这种地方 原来如此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我刚才从哪来的我刚才 这边好像来过了 应该是 没来过这边 对对对对 确实没来过 确实没来过 小地图上没显示 来过了 哎 荧光棒就这么一会儿先完了 这边的荧光 绝对有什么东西 还是随时准备着荧火区 倒退着走好主意 有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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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手机屏幕闪了有怪 绝对有 来 还没有 哎 干嘛去 幸好我刚才没 哎 对对对 我有火区 我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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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火区 先先找东西 免得一会火区烧完了 我这来过没 这来过没 来过了 哪 这个房间 周周围我都逛过了 应该是 这里吗 这 这 这里我来过吗 等会我看一下地图 这对幻想来过 嗯 那我先到这边来 我先到这边来 我先到这边 嗨 风扇 咋了 我又到了一个 你说不定在这里面有 烤荧光棒 我没火区了 快 这下面 这个地图虽然是随机的 但是可以收些东西一样 说不定 我 我真该先看点视频 攻略再来的 哎 前面好像 前面好像 不敢过去啊 前面一闪一闪 是什么 我刚才从那过来了吗 不是 我刚才 哪过来了 我看看 前面好像去过了 我没去过的地方是 这里 这边 上面有个人吗 这是 不是人吧 我 还是 我走这么半天 什么也没拿到啊 完了 我感觉 没事 手机屏幕没闪 就是没怪 说不定真是这样 再试一次 如果这次回头 还是屏幕没闪的话 不是 这次屏幕没闪 我回头没怪的话 就说明 确实像你们说的那样 我就相信你们一次吧 突然间好安静 连BGM都停了 不用荧光棒看不到 但是 用了荧光棒 这里也没东西 那些荧光棒能看到的东西 反正都是什么抽屉里 柜子里之类的地方吧 应该 我没必要 这个担心自己错过 我只要路过的每一个地方 都查看一眼就可以了 应该 这里似乎没 东西 确实没有 还真是没怪 但是每次回头都伴随巨大的 竟然压力 哎 这里 哎呀 这么不容易 1937年8月23日 病人R7-C病态的沉迷于迷宫之中 强迫性的习惯使他在整个房间里画满了迷宫 哦 刚才墙上那些图案全都是迷宫啊原来 没有地方可以画了病人就在自己身上画起了迷宫 等等等等 这个病人R7-C也不会是我自己吧 难道我胳膊上这些是我自己画的迷宫 完全覆盖了他的胸部 诶 诶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背部的一部分 前臂 上臂 以及大腿 根 甚至还有臀部和手指 诶 那怎么画 也就是说肯定不是个妹子 妹子的话肯定画不了 除非画在内侧 M可以看底图 诶 怎么放下 来 来 糟了我现在拿点手 没事 没事 那怪好像只要我不回头 他确实不会过来 诶 赢了吗 没事没事 不回头 还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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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两个 我现在已经赶跑步了 太强了 不是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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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是哪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 怎么还不是遗物啊 再拿着银帽 再拿 好黑啊 哎 我好像 转回来了 这一层的移物 我拿光了不成 真是 地上是脚印 我觉得我可以下楼了 别转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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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结束吧 赶紧结束吧 我真心不想再 哎 这里没路了 还能再下楼 好 我靠这里滴水可别水 也没东西吗 这不 那我过来干嘛 没事 哎 那没路可以走了 确实啊 哦 这门可以开啊 原来 Anybody there 前面墙上有个 漆黑的动物 我绝对不会打开 我绝对不会打开 我靠这么多房间需要我 修了这么半天愣是一个火 遗物都没拿到 全都是荧光棒啊 火炬啊 什么东西的 这个威胁我拿到没 不太清楚啊 没看 没太注意 这路我感觉正常人都不可能进 到头了我去啊 赶 荧光棒也没了 没事我现在有火炬了 我可以 来什么我也不去啦 好 开门 我得趁现在去 不是 这里没东西的话 我下来到底干嘛的呢 确实死路了 没其他东西能用啊 没其他东西能用啊 那我下来干嘛 它浪费我一个火 I can barely see 太妙了 这下面什么都没有 完全不恐怖啊 就是没劲啊 哎 什么东西啊 不是不是这 这干嘛的 不会得喜欢那个什么 才能看见吧 我想多了 我想多了 不是 这个地图实在太绕了 比起恐怖不恐怖之前 这个游戏性真是有待探讨 太无聊了 就在这一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场景基本都是长一样的 要不然今天先到这吧 优化俱诧 这个不好说 因为我现在还没卡过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单一的场景 咱重复了多少遍了 绕过来绕过去的 真心觉得没意思 我现在又得 原路回去找那些东西 你看 怪不得Ig才可以5.8分 第一次觉得Ig 原来这么可信 也逃生那个绕 至少不会像这个一样 场景这么单一 这么无聊 不会是单纯找了道具 然后起门 找道具 然后起门那 然后再找道具 再看门 找道具 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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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这样 行了 这个先跌按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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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